吴普就要的喜欢上了宁静,喜欢温柔与哲理,一种婉约,在心上,一种文美,在骨子里,每每读学小禅或白落眉的文章,常常想,那些轻烈的文字,是在与端线手面来的吧,不然,何至于让人如此怦然心动的经验? 滴眉入室,清淡出产,不求名垂青史,只留你懒在人间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贴气牛CXYZ,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